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耍棍天才艾迪神娃 那昨天终于打通关了黑神话 今天就随便说一个视频来记录一下 那就讲讲这个boss大胜残区要怎么打 那我推荐的打法呢 是我认为最适合绝大部分玩家打法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呢 我一会再说 那先看一下配装 最核心的两件装备 第一呢就是这个锦铃战袍 在第一张就可以获得了 它的特点呢就是血条到了一半以下 就会慢慢的回血又回到一半 如果说在水里的话 就会加快这个回血速度 那我们跟大胜肉搏耍棍的地方呢 就是在水上嘛 所以说正好符合这件衣服的效果 那我们把这件衣服呢 拿去银虎那里升级 能升多高就升多高 那这边要注意啊 我们只是升级锦铃这件衣服 不是整个套装 所以说不要浪费材料 那第二件装备就是这个大力王面 这件装备呢 在打败碧水晶晶兽之后 就可以铸造了 它的特点呢就是说 你被打的时候可以获得棍式 那有了这两件装备 我们的流派就成型了 那根据两件装备的效果 聪明的中老年人 大概也就知道了 那我们的套路呢 就是一路向西嘛 在水上面 我们不但可以快速充血 被人压在身上打的时候 反而还能增加棍式 等棍式满了之后 早准漏洞 甩出满式重棍 打击对方 那其他装备呢 棍子的话 肯定用这个金锅棒了 棍式到顶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保持住 不会往下掉 这个实战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鞋子跟手套 可以直接用大胜套装 凑两件套增加暴击率 使用镜子绝之后呢 应该是能加9% 那能维持多久我也不太清楚 那有多的材料的话 也可以做大力网套装 增加些防御 那法宝的话是不重要的 因为我们用镜子绝嘛 法宝是用不了的 金破我这里带了这个玩意儿 可以增加伤害减免 那实测你升到买级 也就增加3% 但是啊 别小看这3%的减伤啊 有这么一两次 我被大胜打到一丝血 要不是这3%减伤 我就应该往生了 增完的话呢 可以带兔子和鸟 增伤减伤嘛 那第三件呢 用这个金综衣 金综衣呢 就是在小溪天长生大道的土地庙 顺着左前方的小鹿一直走 就能找到这个巨型的老屁堆了 那击败它之后呢 就可以获得这个装备 那这条内裤穿上去的效果 是可以反伤 那很明显的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它是带刺的 那游戏里面穿这种内裤 来反伤大圣 没有关系啊 现实中就还是不要了 即使也是他妈生的嘛 那葫芦和酒呢 都是用加伤害的 一个是上青宝葫芦 酒是用龙膏 都是在第五章捡到的 路线也不复杂 大家去搜索一下 攻略就有了 加点的话呢 我们法术只需要把近自觉加满 因为你用了近自觉 其他法术用不了 所以没必要点其他法术 棍法的话用批棍 左边这边加满 利棍戳棍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批棍它就胜在灵活 姿势多 根据战场的情况 我们可以从前面后面侧边 都可以批 那左边这一六棍法 我们把除了切手剂相关的 其他都点满 那根基这边 气力的右路也加满 武艺的话主要是第一个 青棍距离点满 其他的话随意 体断修行也很重要 我们把生命法力气力 暴击暴伤防御全部都点满 根基的选择呢 无非就是加棍式 加生命加伤害这些基础的 然后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实战要怎么打 大胜的一阶段很简单 就上去平A乱棍都能过 我这边就没有路了 我们主要还是看二阶段 二阶段的打法呢 跟一阶段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更有挑战性血 所以我们重点看二阶段 那一上来 大胜就会出大中棍 有仰断 我们需要躲一下 然后呢就上去跟他肉搏几棍 横躲就躲 躲不过的话 你挨打也无所谓 反正我们挨打能攒棍是吗 那目的呢 就是把四斗中棍攒出来 那我这边呢差点被敲死 我就说呢 3%的减伤是很有用的 那这边呢 喝口酒加伤害 我们一会要拼中棍 然后呢 大胜这边就立棍了 紧接着就是小飞棍要来了 三下小飞棍 伤害不高 有人一躲 那主要是大胜落地这两下 精量躲 尤其是落地第二下这个重棍 那这里有空挡 就是肉搏斩棍式了 好 那么棍式呢 就被大胜戳满了 直接四斗批棍 然后呢 继续在肉搏平棍 目的呢 还是斩棍式 这里也中了大胜的 格挡投机 好 没关系 我们看这个血量回复 还有斩棍式的速度 那情商高的话呢 就是我是故意被他抓到 OK 那这里呢 大胜很有格局 让我继续起来打他 像这种要求呢 我是这辈子没见过 然后呢 就是继续肉搏拼棍了 挨打的话 有个原则 就是轻棍被打中 没关系 中棍的话 还是尽量要躲开 要是连续中两次中棍了 有可能你半条血 就直接被秒 我们只需要呢 保住一丝血 都能在几秒钟之内 回复到一半 那这里呢 喝酒被定神了 也没关系 那这一招呢 伤害不高 侮辱性也不强 就是个过场动画 那钟老年 可以趁机休息一下 一天 然后呢这里棍士满了 我们直接跟大圣面对面肉搏拼中棍 但很明显还是大圣的棍子更熊壮一些 虽然刚刚那棍落了下风但没关系 我们只要保持住这个虚幅的步伐 挑逗大圣出招 大圣很快又收不了了 又立棍了 马上小飞棍又来了 那接着这下中棍呢也要躲开 躲开之后也就有机会输出一波 那基本上只要大圣出中棍之后 都有机会输出一波了 然后呢我们再摸几下 大圣就残血了 好那这边呢大圣连续棍花全部都命动 OK那你们情伤都很高的 我是故意挨打来攒棍式的 好现在棍式又满了 那这棍的话必须命中 所以要耐心等待机会 当时这个时候我心态不胜末 明显感觉血压从上面到下面 下面又回到上面 所以这一棍没有躲过 但是呢我又调整的很快 抓准机会再甩出中棍 然后呢大圣安伤法 戳我一个 然后呢我反击 最后呢大圣阁挡又想骗我出招 我及时回撤 蓄力准备最后一集 OK现在大圣闪过来 带翔琴棍来跟我肉搏 这时候呢果断甩出中棍 完成最后一集 那刚刚呢 中棍对中棍 我是打不过大圣 那现在呢 中棍对轻棍 肯定是我赢了 OK那这就是中老年玩家 击败最终boss大圣残区的实战解说了 我为什么推荐这个流派呢 这个跟打二郎神的 嚼舌棍法不同 那个一看就是典型的陶克打法 用这种玩法你打过之后 是没什么自尊性的 因为你知道你是在陶克 但这一套呢 不是陶克 但胜似陶克 让你打起来得心一手手道琴来 不但别人看你好像操作很牛的样子 就连你自己也会有一种 好像自己是耍棍天才的错组 大大满足了你的自尊性 就像跟领导打麻将 聪明的下属呢 会悄悄的给领导喂牌 在领导不经意之间 就狐牌赚钱了 让领导以为自己是赌神 钱也有啊 面子也有 那这套玩法就有这种效果 那中老年玩游戏 通关只是一方面 自尊性尤其重要 所以就推荐 所有想简单通关 又想保持游戏乐趣的人 来玩这一套 那总结下 大家都知道 西游记呢是奇幻小说 但里面有很多故事啊 都反映了现实中的阴暗面 那黑神话这个游戏也是一样的 你以为穿的是装备 那其实啊都是人情世故 你以为这只是一种流派玩法 但它满足了你现实中 真正想要的状态 这套冲雪中棍流 最符合现阶段中老年玩家的心理 爆赞 我看过关于他的故事